这里不是北上广 这里是恒店最繁华的商业街 万圣街 晚上准备炒个小龙虾 倒油 做倒点 虾油 虾油 加入小料 生姜蒜胡椒 小米辣 豆瓣酱来一点 尝尝 阿蟹的腦蕉都是竹椒 都是竹椒 都是竹椒 阿蟹你可以煮蛋捏吗 可以 煮蛋捏我们可以煮爆破 从虾到里面 将蝦 炸一炸 时间加入一罐 一酒 生抽 老抽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盐 正常的沾用一勺白糖 麻辣鲜 大概半勺左右 胡椒粉 再放点洋葱进去 葱和香菜 黄瓜 哎呀 出锅咯 哇 满满一大盆啊 哇 都放个虾 我去我去 开饭开饭啊 今天小龙虾喝啤酒了 还有一个毛豆 先喝一杯 不剩酒粒啊 少喝一点 尝尝龙虾 咱们这个可以啊 可以 分糖 对吧 出了没有 肯定熟了呀 哇 还会动 可以动 动了就完了 哎 我记得好像今年时候第一次是小龙虾 对 我也是 你也是啊 哎 你不是上次都搞卫生吗 对 会跑那一次 啊 我说秋远了 对啊 看这个毛豆吧 看着怎么样 看起来就很好啊 哔哩哔哩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你洗的时候觉得很白是不是 对啊 一洗的一勺的话你看就变黑了 黑了 因为 油温不高 你就没有本来直接炸红了 啊 我说哎 怎么那么黑呢 如果你是一锅油 然后给它放你一炸那就通膜了 好 这样啊 嗯 自己吃吧 没事了 今年第一次吃龙虾 嗯 嗯 味道还是可以的 技术没有退步呀 两个小时前 我们刚刚吃完夏天的第一次小龙虾 过来随便灌一下啊 人挺多的 人挺多的 摆个汤也不错 这个小车 今天晚上这里唱歌的人少一些啊 最繁华的万神街唱歌的地方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能飞这么高吗 准备回去了 挂了一下 路过 今天已经拿了很多快递回来了 满满一地啊 大概有个二十多个吧 然后还有一些没有到 现在准备把它全部拆开 快递回来 快递的话已经拆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看都有些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锅 舌尖上的中国三铜款 然后一瓶解决金 磨刀石 配他的刀具 然后这个是手机壳 这个夏天必备的蚊香 然后一条裤子 垃圾袋 这个是袜子 然后 做菜用的一个小漏勺 洗锅的 这个是内衣啊 然后还有一件衬衫 这边是筷子 然后刚刚 非常不幸啊 买了两个杯子 一脚给我剔碎一个 真的 刚刚拆出来 然后一脚剔碎了 这个是两个玻璃网 然后这边是买的 做菜用的松茸鲜 还有一点国民品牌的味精 这个是做饭用的器 然后是垃圾桶 也买了一个 这个是买的 类似生抽的 凉拌汁 可以用来吃面条炒菜都行 然后还有一个三煎烫 一个装菜的碗 不是太大 就是稍微 还可以吧 这个是大米 这些快递的话 只是说 大部分嘛 这次买的大部分 还有大概一二十件 还没到 这些的话就不太影响了 现在这些到了的话 就可以开火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 做饭了 现在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拿好吧 刚刚已经打碎了一个 两个小碗 这些倒是还好 终于给它收好了 然后把这个位置调整了一下 以后做饭的话 大概就就是在这边做了 锅的话在这里 然后这边放调料 这里还有几个碗 除了底下这个 这些都是从老表那里拿过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这样放 这个枕头等一下给它换一下 这里有我买的三件套 衣服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上面也收了一下 就给它稍微理得整齐了一点 到时候还要再调整一下 现在显得还是有点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